再來是最新現場 名嘴朱學恆之前被指控 強穩議員鍾佩俊一案 台北地院今天早上第三次K庭 除了當事人外 也首次傳喚鍾佩俊的丈夫出庭作證 詳細情況我們連線給記者顧影前 好 主播各位觀眾 名嘴朱學恆被國民黨籍議員 鍾佩俊指控信銷的案件 今天早上九點半 台北地方法院第三度開庭 除了傳喚鍾佩俊及朱學恆 兩遭當事人以外呢 也傳喚了當天在場的陳幸福 服務生 媒體人樊啟銘 以及鍾佩俊的老公陳布朗 那這也是鍾佩俊的老公首次來出庭 那我們可以看到今天一早呢 朱學恆就先現身在台北地方法院 他一樣跟前幾次出庭一樣 都穿著一身的黑色西裝 戴著黑色口罩 面對媒體的提問呢是不發一語 那我們可以看到整起案件 一開始其實是朱學恆先來告發自己 但後續的出庭呢 他卻矢口否認 而今天呢也是鍾佩俊 跟他的老公陳布朗首度 一起現身台北地方法院 雖然當天現身的時候呢 他們兩個是都沒有來發表意見 也說等開庭後再來說明 但是呢其實稍早 鍾佩俊有在臉書發文說 他當初呢事情發生的時候 第一時間其實是不敢跟老公說 當時還是男朋友的老公說 但是他後來呢也表示 不要讓這件事情呢 在心中造成疙瘩 所以還是說出口 但他也很感謝老公當時呢 就是無條件的支持 他要來幫助他解決事情 那他們今天呢 一家三口包含肚子裡的寶寶 也會一起來並肩作戰 以上講最近情況 時間盡頭交換棚內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